這樣一個人在談了5年6年 時間在這裡 繼續要再拔下去 那一樣你股票拷牢的時候 你想說我拆平 其實你那個錢 不如舊的鏈錢把它擱著 痛苦那一天 明天就新的開始 對不對 那你以期把這個錢 投入一個比較會漲的 很快的把你以前 賠的這個部分可以拆不慣 但是一單的人就是還在 掛念說我以前這一檔股票 就需要拔那一時間 從哪裡都可以打到 那一般他講說這個要設一個停損 停損的話有人設10% 有人設20% 因為這停損一般 其實這個很重要 你點到這是重點 如果你用融資的話 你設12%的話已經砍掉一半了 所以其實來講 設停損台灣最難就設在停損 一般法人設停損是10%到12% 那是法人在設的 他全部都限股 那如果你用融資買進的話 因為你現在是被款式有四成 你融資六成 那你如果得10%的話 等於你得25% 25% 你如果設到15% 還是說稍微不注意一下 明天再來設 明天開產節節版67% 那你今天15%再7% 22% 你今天已經 如果停損的話 剩下不到50% 所以這停損很重要 其實有一個市場不成文的邏輯 他說通常你給人的停損承受度 是你獲利承受度的兩倍 兩倍對 就是說 我來問一下小學 二學 你通常買股票大概賺多少 你就覺得很滿意 可以賣了 我再說30%我就覺得很滿足 就很滿足 很想賣了對不對 所以呢 通常你可以承受到20% 這樣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沒有我覺得 我即便不套到30% 我可能股票都還不會賣掉 這就是人性來就很怪啊 痛苦的能力會比承受快樂來 真的 對 你放在那邊 你就希望它有一天會長起來 因為你覺得那個痛苦 有一天會翻轉變成 所以啊 他提交我們一個重要的道理 他說以他的經驗來看 寧可評損 絕不攀評 對 其實我在這兩天 剛好碰到一個朋友 他問我 我說超過股票最簡單 就是最高沙滴 他說阿公你亂說 怎麼最高沙滴 老叔都說 五糖最高沙滴 我說老叔都幫你撐 我說還是要最高沙滴 這個條款好想 通常就是 當你買進當股票的時候 你一定就要一次資金全部都進去 資金控款非常重要 那你看好一档股票 你比如你先部分的買進 那你買進 比如三分之一或五分之一 你看你從10塊錢 到想到12塊錢 這就代表一點意義 代表你看對了 你看對了你就追啊 再買12塊錢 如果一般股票只從10塊漲到12塊 那這個股票也太秒了吧 對不對 如果趨勢看了對 他不會只漲2塊錢嘛 所以他買在10塊錢的時候 當他開始漲之後漲到12塊 你看對你就12塊再追啊 他漲到14塊你再追都不要緊 在他趨勢還沒有反轉之前 你都可以追高 那為什麼沙滴 因為沙滴代表什麼 看錯了 你做錯了嘛 你這股票你買10塊錢 跌到8塊錢 你就不對 你為什麼還要一錯再錯 對不對 你為什麼還要錯更多 所以大部分人就不願意 所以大部分人都不承諺說我做錯了 他幫我講個自己的經驗 我那時候曾經手上投資了兩支股票 一個叫潤太欣 一個叫利金 利金我就純粹想要跟他賭就對了 那潤太欣就是因為我看好大潤八的這個肌草 結果呢 我真的犯了一個很嚴重的錯誤 其實當利金那時候一直不斷的往下 我那時候宣明志不太出來說要整合這個 我認為應該會有希望 應該會有希望 錯他毫無希望 一直往下成輪 我竟然把潤太欣全部賣掉 去攤平所謂的利金 這個我知道要問一下 如果股票的股價定義5塊錢之後的話 有人再進去買的這些人的話 賭協是不是 大部分都是賭博 這一些都是孫玉仙博士的信徒 國父的莫寶是博愛 國父的莫寶是愛賭 愛賭 你都賭 我歷經大單的音樂意思說 你是主廚 對 那就是主廚 你都沒人敢買 那個時候啦 我不是說現在 那個時候他說 你也敢買 你就敢買 可是那是快感啦 因為其實可以買好主廚 對啊 我還要跟你說 柯斯托蘭的語言說 他說三種人嘛 就一定會賭 都偷賭啦 不用啦 我那幫他偷賭 對 偷賭啦 享受到偷賭的感覺 哇 太好了 不過我覺得主廚 對 偷賭的話 像這個當聰賭性也是很強啊 當聰賭性也是很強啊 當聰賭性啊 我有一個阿姨跟我講說 這個不管怎麼樣 接掌或疊啊 就是把它賣掉 一早就把它掛出去 不管掌或疊 你當聰賭性也是很強啊 他不賭名牌 對 這樣是對的 其實你如果 他的作法是對的喔 因為你本來就是要搶帽子嘛 我們常常講說當聰就要搶帽子嘛 那你不管你今天搶到帽子 還是說搶到鞋子 你就是見好就收 那我不管 今天晚上美國大跌跟大長 跟我都沒關係 我明天照樣再找 還好啦 台灣有掌跌停板 所以其實當聰還有一定的範圍 在美國的話 沒有掌跌停板 你敢當聰 香港也沒有 對 不敢當聰 沒有掌跌停板的話 你當聰 開玩笑 那當天真的 明天就不會來 不會來了 所以就要出局了 好 蔡明洪從19歲入股市 現在成二十幾歲 27歲 他就已經累積了 他從30萬嘛 低統計30萬 現在已經有五六百萬的操盤基金喔 所以非常不簡單 他提供了他的一個 入股市 從門外漢 當時在台灣高手的一個經驗和智慧 我想在座各位都是高手 也都曾經從門外漢開始 就是每個人 提醒觀眾 如果你是門外漢 你現在準備要操作股票 最最重要的一門功課是什麼 把你每次換的錯誤記錄起來 我自己當時都有一個筆記 有個錯誤日記是不是 錯誤日記 某一天誇生的這個事情 然後最紅筆 我得到什麼經驗 就是說要環不斷的反省 所以結論就是 可以有犯錯 但是不要每次跌倒的姿勢 跟位置都相同 我跟你講 我好想看蔡總那一本書 他前面犯的錯 可不定很好笑 好,來先生 好,剛剛蔡總講得非常好 有一句話就是說 成功跟失敗的差別 成功者只是多爬起來一次而已 所以你在股票市場裡面 你不要想成為爆發戶 應該是想成為長青素 就是說你要成為長青素 你就是慢慢慢慢的去累積 希望去賺到那種 固利的一個 不要想一夜之路 對,不要想一夜之路 一定要去賺那個 所謂的滾雪球的一個校園 就把時間拉倒 江中博那種錯誤日記 可大了 可厚了 不要以為你能從 雞蛋水餃股裡頭賺到好幾根漲平 因為雞蛋水餃股 是犯罪的 好幾根跌平 對 當漲平跟跌平 那幾根 你去平均一下 你會發現 你本人沒賺 但你一定會虧的原因 是因為為什麼 當漲平的時候 你可能會捨不得賣 但跌平的時候 你也捨不得賣 請問那你要報告什麼時候 我告訴你 在股市當中 千萬不要重新弱者 千萬不要重新弱者 他股價跌到兩塊錢 一定有something wrong 對 something wrong 好 我最後講一件事 我利金跟萬宏 兩隻都那時候都報了 結果 我竟然 選擇利金 放棄了萬宏 我現在很想你 我要告訴大家說 你不論是賺賠 你一定要知道說 你為什麼賺 為什麼賠 現在股票 大盤在漲的時候 你是賺賺 但是呢 如果說你是個股很厲害 你會賺 你要知道 還是說它是隨著內股的漲而漲 還是說 大盤的環境好 你也要漲 不論是賺賠 你要去研究原因 否則的話 你到最後你是書家 好來 張小雪 我最想聽你的 真的啊 股市長長節諜 寶本最重要 對 寶本最重要 好 我也來提供我的心房 關的 資金控管 比任何事都重要 不過你獨厲害 你都不會比老天也厲害 千算萬算 不如老天的計算 人算不如天算 所以呢 請你保留現金 永遠不要 即使你看得再好再好再好 也不要把你的錢 通通丟到市場 資金控管 經常是一個書名的關鍵 提供給欣賞參考 也希望你們能夠操作順利